如果有这么一款魔镜,所有你怨恨的人,魔镜都会帮你除掉,慢慢的你将在世上没有敌人,这样的魔镜你想要吗? 今天故事的主角名叫小月,小月特别老实腼腆,从不给父母惹事,是街坊邻居口中的乖乖女。 虽然父母很省心,但小月自己却很糟心,倒霉的她被分在了全年级差生最多的班级。 在这个恐怖的班级,每天都提心吊胆,被坏学生欺负那是家常便饭。 就比如现在,小月身后的女生就没闲着,掏出打火机,烘烤小月头发,要是敢躲下课,免不了一顿拳脚伺候。 大家静一静,老实说话了。 今天新来了一位同学,来,大家认识一下。 新来的同学,名叫小莫,对于小莫,小月并不陌生,因为自己和小莫奶奶家住同一个小区, 他俩小时候就认识了,相比班里恶劣的同学,只有小莫是自己真心的朋友。 因为小莫父母要出远门打工,小莫便赞助奶奶家,来到了小月的学校上学。 新来的,长得挺漂亮呀,身后的胖妹有些嫉妒,她掏出原规,瞄准小莫后脖颈,扑斥一下,扎了进去。 啊,小莫一声痛呼,被打扰到教学,老实很气愤,喊什么喊? 再看小莫疼坏了,带着哭腔说,我后座拿东西扎我,可没想到老师啊,是个蠢蠢的理科直男,凡事只讲证据,不讲情感。 他询问其他同学,有看到的吗? 小莫很自信,因为携后座的闺蜜小月,肯定能看到。 小莫赶紧让小月帮自己作证,可小月呢,却紧张得很,在看了看胖妹等人凶狠中,带着威胁的表情后。 我,我没有看到,小月说完,小莫简直不敢相信,你明明看到了呀,为什么要说谎呢? 就这样老师继续讲课,事情不了了之。 下课了,小莫仍然不解,为什么小月不帮自己作证呢? 可很快,他就明白了,只见胖妹带着几个同学围了上来。 先来的转校生啊,你可以啊,还敢跟老师告状,我告诉你,下次忍着,不然揍死你。 说完,一耳瓜子就抡向小莫,啪的一声,清脆声响,小莫脸被扇得肿得老高。 发泄完心中邪火,胖妹几人,邪笑着离开了。 这一切都被不远处的小月看在眼里。 小莫愈苦无泪,他问小月,你为什么不帮我,你忍心在旁边看热闹吗? 虽然很不好意思,但小月还是说出实情,对不起,我,他们一直都很嚣张跋扈,我不敢的,我不敢惹他们。 小月很羞愧,最好的闺蜜第一天来上学,就被欺负,自己却在旁边围观,连个屁都不敢放,真是窝囊到家了。 浑浑噩噩的回到教室,小莫却迟迟没进屋,直到放学,再也没回来过。 奇怪,人呢?难道是对我失望至极,跑回家去了? 小月焦急往家赶,路过学校女厕所的时候,却听到里面有争吵声,探头往里面一看。 小莫竟然被几个学生架住,而胖妹提着一桶脏水,冲头到脚,一股脑子倒在了小莫身上,一边倒一边得意的笑。 先来的啊,喜欢我们独具特色的迎信仪式吗?还有这脏水啊,味道臭吗? 啊哈哈哈哈,小莫无助的眼神在厕所里乱描,最终在躲到门口后面的小月身上停了下来。 她发现小月了,面对闺蜜可怜又无助的眼神,小月浑身抖得更厉害了。 心想你别看我呀,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你。 也不能全怪小月其实,因为她以前就尝试过反抗胖妹等坏学生,她跟老师告状,可老师上来就问,她应该是跟你闹着玩呢吧? 她怎么只欺负你,不欺负别人呢?你有证据证明她欺负你了吗? 这一套夺命三连问的,直接问的小月是哑口无言,难道他们真跟我闹着玩呢? 我也不知道他们为啥欺负我呀,我又不是福尔摩斯,我上哪弄证据去呀? 再加上这几个坏学生都是老油条,老师在的时候装的可乖了,自己打又打不过,真是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。 就在小月愣神之际,胖妹几人进入我威胁小木的步骤里,还敢告状吗? 啊,你要是识相,我这就放了你。 可没想到小木因为是第一次被坏学生欺负,这嘴硬得很,冷哼了一声,依然不服软。 胖妹怒了,我去,给脸不要脸啊,我看你嘴硬到啥时候,给我动手。 小木没想到,他们开始撕扯自己衣服,一边撕扯还一边大喊,扒光她的衣服,看她还怎么做人。 哈哈哈哈,在众人的哄笑声中,躲在暗处的小月,别提多难受了。 看着浑身脏水,衣服破破烂烂,彻底崩溃的小木。 小月眼面痛哭,闺蜜被欺负成这样,我居然什么都做不了,如果那个旧房子的传说是真的,那该有多好呀。 小月口中的传说,已经在学校里流传了好多年,说是这学校附近有个老宅,起了一场火灾,有个经常被校罢欺负的老师同学,被烧死在了老宅里。 大火扑灭,屋里什么都没生,只剩下了一面黑矿镜子。 传闻只要在镜之前讲述有关欺负的事情,镜子呢,就会自动杀死这场欺负的始作俑者,幕后黑兽。 小月一边走一边嘟呢,如果能让我拿到那面镜子,你看我不…… 小月抬头一看,自己竟不知不觉走到了那栋老宅门口,而且更奇怪的是老宅屋里隐隐约约,有个亮闪闪的东西。 小月破门而入,上楼一看,还真有枚黑矿镜子。 不过传说毕竟是传说,自己要是真指望一枚破镜子,能帮助闺蜜摆脱麒麟,报仇血恨,那自己可真是病得不轻。 行了,幻想一下,解解气就行了,回家吧。 可小月不知道的是,她转身刚走,换学生胖妹家里,就出现了诡异一幕。 胖妹妈妈叫胖妹吃饭,就在胖妹妈妈咧咧转身出门后,镜子里的她, 却诡异的笑了,突然从镜子里伸出手,抓住了梳妆台上的圆规。 第二天班级里便乱成一锅粥,同学们都在喘, 哎,你听说没,咱们班同学嘎了,真的假的,谁啊? 就是那个经常欺负人的胖妹啊。 据说昨天半夜她突然惨叫不止,浑身扎满了圆规,死得可惨了。 同学们你一句围嘴议论着,不远处的小月却愣住了。 什么?这,难道,这是,魔镜应验了? 从此小月腰杆是直的,背也是不妥了。 大摇大摆的走在校园,被以为世间再无欺凌, 却没养到闺蜜小莫被欺负得更凶了。 都说胖妹遇害跟你有关,你个壁池,来啊,有本事把我也弄死啊。 坏学生在咆哮着,小莫哇哇大哭,他当然满口否认了, 可几个坏学生更气了,还在这装无辜, 几人掏出尺子小刀,朝小莫身上扎去, 还不承认,还不承认,我看你承不承认。 小莫被扎得痛不欲生,惨叫不止, 再看小月攥紧拳头,她的心再低血, 居然如此折磨我的闺蜜,你们这群混蛋都得死。 几天后,小月所在的中学发生了个大新闻, 学校里的坏学生一个接一个离奇暴毙, 死亡阴影笼罩了整座学校, 大家都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。 再看小月站在镜子前,她很解气, 这次终于不会再被人欺负了, 因为该死的都死了。 教室里记忆喳喳的议论声仍在继续, 俩女生一边盯着小莫一边说, 哎,你发现没,最近死的这些同学, 好像都欺负过小莫。 是啊是啊,眼见又有人诽谤自己闺蜜, 小月回头怒吼, 给我闭上你们的狗嘴。 小月凶狠的眼神, 把俩女生嘴边的话硬生生吓得憋了回去, 跟小月连连道歉, 再看小莫盯着小月看了许久, 若有所思, 一下课就把小月按在墙角, 焦急询问, 同学们接二连三暴毙, 跟你有关系吗? 小月咬牙切齿, 那些畜生难道不该死吗? 小莫也急了, 他们确实很可恨, 但不至于死啊, 小月听完这话气坏了, 不至于? 你忘了自己被欺负的有多惨了吗? 难道你还想继续被那些畜生欺负吗? 我告诉你, 我只想安安静静生活, 我再也不想被人欺负了, 面倒小莫也吼了起来, 我也想安安静静生活, 我不想再有同学莫名其妙的死了, 你快说, 这事儿到底跟你有关系没? 小月很不耐烦, 问问问, 问什么问, 哎呀没关系, 说完便跑开了, 放学了, 走在回家的路上, 小月冷静了许多, 确实不再需要杀人了呢, 她再次走到老宅门口, 望了望楼上的镜子, 小月决定最后再看魔镜一眼, 跟她道个别吧, 可刚进屋, 小月就感觉不对劲, 镜子突然变得浑浊无比, 接着镜中的自己啊, 诡异的看着小月, 这种表情小月再熟悉不过了, 怎么可能呢, 为什么会是我, 这不可能啊, 我明明什么都没做呀, 还没等小月说完, 镜中的自己就猛然窜出, 张着雪盆大口就扑了过来, 画面一转, 今天放学, 小莫并没有直接回家, 而是慢慢走到老宅门口, 他也听到了那个传说, 为了不再有同学死亡, 他趁着之前中午的午休, 来到老宅镜子前许愿, 希望这场截二连散的意外死亡, 可以早点平息, 很显然小莫已经铲除了这场灾难的幕后凶手, 他的愿望成真了。